我們除了說在農村做食農教育之外 最主要也是帶學生跟老外去逛菜市場 所以來宜蘭誰菜市場 那有老外跟年輕人逛菜市場嗎 有很多 很多啊 我是大龍 從日本來的 宜蘭的思想很熱鬧 我很喜歡 回到自己生活的這個農村裡面來 那在裡面用音樂唱出家鄉的故事 然後我們去種田 跟這裡的村中的長輩 有共同的生活對話 麻煩了